- 歡迎收看一起來新聞 - 我是陳慈 - 我是柔兒 - 好 這個禮拜啊 這件事情真的是大條了 - 不管是在韓國還是在台灣還是在哪裡 - 都會覺得天啊 這到底是演的是哪一齣戲劇 - 都是吃瓜群眾 - 之前如果你有追過愛的迫降的話 - 可以發現說他第二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- 但是呢這個男演員叫做 - 金正賢被傳出跟這個女主角徐智慧 - 兩個是傳出了戀情 - 他們在戲裡面算悲劇中場 - 但是他們好像在那個後半段的時候 - 我們如果有看都知道 - 在戲劇後半段 - 他們好像才開始產生戀愛線 - 但沒想到他們在現實中 - 也真的產出了戀愛線 - 他們原本是不公布對不對啊 - 應該是說他們是被拍到 - 他們兩個都是矢口否認的 - 但是其實網友們已經就是 - 認定他們在一起 - 所以他說 - 我都已經拍到你們還想否認 - 有什麼好否認的呢 - 所以他們就開始 - 把金正賢的一些黑歷史 - 給他公布出來了 - 最近爆出的這些事情 - 都是被公布出來的嗎 - 是因為惹惱了人家嗎 - 其實最開始的這個源頭 - 事件源頭 - 我們講到 - 包括我們等一下要講到這個 - 徐瑞智 - 也是因為其實從這件事情開始 - 原本是公布喜訊的這個一個消息 - 但是其實很不少 - 所以惹惱Dispatch之後 - 之後Dispatch開始 - 就開始把說 - 為什麼金正賢跟徐志惠在一起 - 原因是因為 - 金正賢當時候 - 經歷了一些個人的因素 - 比較艱難的時期 - 那這個徐志惠呢 - 又是以一個姐姐的身份在照顧他 - 所以他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- 他是不是跟徐姓女演員都還蠻有緣分的 - 真的三個徐姓女演員耶 - 是他現在疑似的女朋友 - 就是在那個 - 《愛的迫降》裡面的這個徐志惠 - 沒錯 - 然後呢 - 他之前跟他一起合作拍戲 - 拍時間的這部戲的女演員 - 叫做徐璇 - 當時 - 現在又爆出來說 - 過去的前女友 - 就是爆出來說 - 就是這個事情很可怕的 - 叫做徐瑞 - 對 - 牽扯不行了 - 大家可能一開始都會覺得 - 哇好複雜 - 到底誰是誰 - 對對對對 - 好 但是吃瓜要看戲的內容就在這邊了 - 對 我們今天幫大家好好的統整出來 - 對 好好的爬出一下 - 跟他一起對戲的女演員 - 徐璇 - 不跟他有任何的身體質 - 如果有碰到 - 比如說他們可能拍到牽手之後 - 哇這個一咔了之後 - 趕快彈開甩開 - 然後甚至拿獅子巾 - 狠狠的把這個手插乾淨 - 人家又不是有毒 - 哇所以這個真的讓徐璇真的是 - 心裡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壓力 - 金正賢會這麼做 - 據Dispatch講說 - 他其實是受到他當時的女朋友 - 也就是徐瑞智的指使說 - 你要把這個親密系全部刪掉 - 他說好當然 - 兩個人的對話真的都被PO出來了 - 對了 - 他們的對話都是這種 - 有點控制型的 - 你今天碰了女生了嗎 - 對或是 - 你今天跟女生講話了嗎 - 他之類的都是會這樣 - 其實金正賢在爆出這些事情之前 - 她的人氣真的是蠻高的 - 蠻高的 - 因為包括後來 - 雖然說這部電視劇 - 在台灣沒有那麼那麼那麼的紅 - 可是在韓國是非常紅的 - 哲仁王后 - 哲仁王后的太子 - 對 - 然後所以她就是主角嘛 - 沒錯 - 所以她其實在韓國的身世來講 - 就是跟 - 或許台灣觀眾有些可能不太知道 - 可是她的身世是水長船高 - 跟這個徐瑞之船上的他們的舊情 - 雖然那已經是前女友了 - 但是大家也看到說 - 哇你在這個被女朋友控制的狀況下 - 你居然身為一個演員 - 是這麼的不專業 - 那包括是你要主動的刪這些情迷戲啊 - 然後或是說你對工作人員的不禮貌啊 - 對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不專業的表現 - 而且甚至說就是她在這個時間的這個發布會的現場 - 對 - 她本來應該是要跟徐璇在一起 - 徐璇甚至是要勾她的手嘛 - 有說要邀請她來一起勾手合照一下 - 對對對有勾手合照 - 她就這樣把人家甩開欸 - 然後整個臉都是臭的 - 非常非常臭 - 所以其實喔 - 這個韓迷們 - 如果那時候有在追這部戲 - 其實對這個場景也是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- 現場真的尷尬爆了吧 - 對 - 但是我們現在也知道說 - 哇 原來當時是因為徐瑞智的這個控制跟要求 - 所以你不可以跟女生有太多的接觸 -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得講到 - 主角瞬間就從金正賢換到了徐瑞智路上 - 因為訊息的對話好像都被爆出來了 - 這個對話完全都被爆出來了 - 對 圓圓真正的爆出來了 - 那有人在講說你明明自己也是演員 - 怎麼會有如此的不理智的行為呢 - 沒錯 而且甚至有網友就說 - 他發現這個網友們很厲害 - 他們去比對這個時間線 - 當時在拍時間的金正賢 - 同時其實這個徐瑞智他也在拍其他的戲 - 但是他有點雙重標準 - 我跟你講說 - 欸你是我男朋友 - 我討厭你跟女生有親密的接觸 - 你不准跟我拍親密戲 - 但是他同時在拍了另外一部戲 - 他這個又接吻的又擁抱的又牽手的 - 哇你自己好像都可以 - 只有我行你不行 - 甚至是主動的去現吻的這種感覺 - 哇你這個雙重標準也太嚴重了吧 - 甚至後來還有爆出說他有假學歷這樣的事情 - 對他接下來就開始被媒體一一的爆出了黑歷史 - 首先就是假學歷 - 大家就說他其實根本沒有上過大學 - 但是他在自己就是在節目上面的時候講說 - 他去西班牙瑪德里的時候有上了三年 - 你說你自己在節目上說 - 你有在西班牙留學過三年 - 還說自己是新聞系統 - 但是你根本就沒有去啊 - 假學歷一 黑歷史一 -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- 他在高中的時候同學們也跳出來說了 - 又折槍霸凌風波喔 - 沒錯 - 他當時在學校是非常知名的 - 但是是知名的太美 - 很多次的在人前只要一不開心就會直接甩人家巴掌 - 哇 - 這些是有證據的嗎 - 這個他的同學們跳出來這樣子講啦 - 但是他的經濟公司當然是否認啊 - 好那當然就是金正賢在這件事情之後 - 其實他有寫了六百字的道歉信 - 其實是有的 - 但是他是講說 - 他是要跟徐璇道歉嗎 - 就是造成他的傷害 - 包括那時候當時的工作人員 - 其實他都有講到說 - 那時候他的這樣子的行為 - 包括傷害到的徐璇 - 傷害到的工作人 - 他說他會一一親自去跟他們當面致歉 - 但是徐瑞智他們的經濟公司 - 也是針對這一連的指控 - 也有提出了這個聲明 - 但是他是說 - 當時金正賢在拍時間的時候 - 所產生出來這樣子的一些指控 - 其實他們的立場 - 徐璇智這邊的立場跟金正賢是不一樣的 - 他們的意思是說 - 身為一個演員 - 你如果沒有自己的意識去演戲的話 - 是不可能的 - 所以這些金正賢這些的行為 - 也都是他個人的意識 - 與徐璇智是無關的 - 因為事件還是持續的在發酵當中啦 - 沒錯 - 所以真的就是讓大家繼續的看戲吃瓜 - 到底會變成什麼情況呢 - 我覺得那本來應該是一個好事 - 結果現在弄成這個地步 - 對 原本是好事的 - 但是後面主角換人了 - 也變成是開始暴黑掉了 - 還沒結束呢 - 但是在大陸這邊呢 - 其實在路縱的乘風破浪的姐姐 - 自從我們的楊承琳 - 跑去大陸跟她自己的老公李榮浩 - 到會合之後也加入了 - 那當然就是現在乘風破浪的姐姐 - 成團之夜是有這個打call喔 - 對 打call就是 - 因為他們成團之夜應該說 - 第二季播出之後 - 現在他們最終也要開始 - 譬如說要搶C位要出到成團了 - 那這個成團之夜將級啊 - 他們這個賽事如果有一些人比較不懂的話 - 我們大概講一下 - 它就是有30位超過30歲的女藝人 - 就是我們兩個這種人也可以去參加就對了 - 如果我們今天是藝人的話 - 還沒 - 我有28歲 - 只要30歲上的女藝人 - 那他們就開始去包括各個別的分組啊 - 然後去比賽 - 去對抗 - 那他們到後面呢會有一個叫做浪花榜 - 那他們就是要用觀眾投票來去搶票之後 - 去成團啊 - 會有C位的出到這樣子的一個比賽賽制 - 原本周比唱是第一的喔 - 包括是團體賽或是個人 - 其實他都是第一的 - 那 - 那網友們就看了就覺得很可愛啊 - 因為原本納英 - 他在進入這個成團破浪的姐姐之前 - 以前有看到她說在衝綁什麼的人家就說 - 娜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- 她說 - 姐不需要 - 她就是很有霸氣的人啊 - 是啦 姐不需要 - 但是現在在這個成團之夜的這個 - 就拜託拜託了是不是 - 拜託啊解釋認真的 - 連結在這啊點下去啊 - 包括是由肖戰為首就開始站出來 - 肖戰用他這個2900萬人進去 - 是沒錯 - 幫他拉票是不是 - 還真的很多人是呼應的喔 - 肖戰都投了 - 肖戰拜託我們怎麼能不做呢 - 欸他這個一出來之後 - 肖戰一幫忙打勾之後 - 欸那因瞬間從 - 瞬間從可能還不到第二 - 瞬間飆飆飆 - 過了過第一了耶 - 長粉 - 很快啊 - 滿厲害的滿厲害 - 關注一連串啊 - 回一回之後還每個都回訊息 - 好可愛喔 - 對真的是 - 欸那不過楊蜜是幫周筆唱對不對 - 對對對對 - 因為我們講 - 周筆唱其實沒有幫自己 - 在網路上做這個拉票 - 拉票 - 那這個他的好姐妹 - 楊蜜就看不下去了 - 就主動的 - 在微博上面也幫他拉票了 - 那他就講說啊 - 十六年前沒有做到 - 今天我來做 - 你說楊蜜嗎 - 楊蜜就這樣講 - 他就說啊 - 那個周筆唱的出道位 - 由我來守護 - 就算要與世界為敵 - 我都心甘情願 - 所以他現在要跟娜姐為敵了 - 有一點 - 好啦 - 就是接下來他們的名次到底怎麼樣 - 我覺得 - 還是有待觀察 - 因為這城風破浪姐姐 - 真的還蠻多人喜歡的 - 而且這個戰況非常非常激烈喔 - 好那回到另外一部入縱 -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- 叫做烹然在心動 - 那之前有爆出這個王子文 - 他有一個七歲大的兒子 - 而且他是自爆 - 那麼現在又傳出他跟這個吳永恩 - 好像真的走在一起了 - 在節目裡面自爆說 - 而且是在吳永恩的面前喔 - 自爆說我有一個七歲的兒子 - 那當時候吳永恩他是 - 聽了之後沉默不語走進了廁所之後 - 過一陣子再出來 - 然後給他一個溫暖的擁抱 - 男人家說 哇你這個相親對象 - 女巴拉雷畢竟會看他的反應嗎 - 說這個反應是不錯的 - 但是他們之後在這個 - 呃綜藝節目裡面的互動 - 是非常非常甜蜜 - 甚至私底下都有看到他們 - 比如說是去約會逛街啊 - 或是吃飯啊 - 然後游三亞啊等等的 - 那都可以看到他們私底下的互動 - 也是非常親密的喔 - 那現在這個 - 萬人在心動大解局也出來了 - 但是在這個大解局裡面 - 他們居然 - 接吻了三四 - 所以是真的有事情就對了 - 這個在節目裡面接吻三四 - 而且很多是看到是情不自禁的 - 又讓大家看 - 又讓大家吃瓜了 - 對對對對 - 人家想說 - 哇你這個是中國的綜藝史上的這個 - 經典畫面啊 - 對 - 那當然在這個大解局出來當晚 - 欸王子文就把自己的微博名字 - 改掉了唷 - 他把自己的英文名字改AVA - 那我們就講喔 - 他就還PO了說 - 他跟這個吳永恩的合照 - 那就官宣了說AW愛心AW - 直接在當晚官宣了他們在一起的狀況 - 好那當然就是如果說他們可以好好的在一起 - 然後走到終點 - 當然不是說綜藝節目把人湊合在一起 - 不是說真的不會有好結果 - 比如說像中立題 - 就是真的是收穫了愛情 - 對對對對 - 但是當然也有比如說像鄭爽這樣的狀況出現 - 對 - 所以當然是希望王子文 - 接下來跟吳永恩的這個感情 - 可以走得長長久久了 - 沒錯沒錯 - 甚至很多的那個觀眾都在說 - 他們什麼時候要結婚了呢 - 會開始超晚了 - 覺得不錯OK - 好那就是這個就是這個禮拜 - 我們在微博上面幫大家整理出來的重要的一週新聞 - 一起看新聞 - 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- 掰掰